全新的節目 好 歡迎各位在一個全新的節目 叫做上流攻略 大家可能一些觀眾都會認識小弟 其實我是在做八十俠運遊世界的節目主持 為何今天又來搞一個叫上流攻略呢 事緣第一次在飯局當中就認識了這位Thomas 我們的主持人也是另一位主持人 所以就認識了他 發覺原來其實有很多可以 除了我八十俠運遊世界之外 介紹一些八十俠的心態之外 原來又有一些方法 希望可以一起提升一下 現在時下的年輕人 究竟會不會有什麼辦法去向上流呢 或者一些成功的秘訣、秘笈 可以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Thomas你自我介紹一下 Hello 我是Thomas 和Ian認識獎一個甚麼 博客雅倫 因為你出了一本書 我們看到後面有盧額商 逛逛廣告 我們先去賣廣告 今年或去年年尾出了一本書 其實講甚麼呢 就是有時候覺得 為何都表現賣不出房子 好像社會非常沒有希望 除了罵政府之外好像沒有事在做 我不太同意 坦白說 政府當然有些問題 不過你與其日罵他 不如自己想想 怎麼搞自己 這個其實就是我本書所說的 聊一聊 我不知為何就認識了Ian 他說他打算搞一個新節目 一起上來聊一下 上來跟Ian聊一聊 我覺得我們的理念是相同的 雖然有些觀點上未必完全是一樣的 但我覺得大家都希望可以多些發聲 多些為其他年輕人聽多些 究竟會不會有其他方法 令自己向上排 不需要每天去示威 每天在鑑罵人 對 或者頂香蕉 這些暴力行為就算了 或是甚麼 粟米班快飯 對 不用的 其實都有很多方法 今天我們請了兩位很健康的嘉賓 其實觀眾大家可能一眼就猜到他們是屬於甚麼行業 其實兩樣而已 我覺得一定是消防或是做健身 我覺得真的很消防 是嗎 消防 剛才在錄影廠下面吃飯 我已經跟Thomas說 哇 這位是不是我們的嘉賓 是呀 一看紅就看得到 一看紅就看得到 一看紅太沙繩了 哇 很大隻 很像 對 尤其是藍色衣服這位KC方 他為甚麼這麼像呢 我跟他做健身的時候有沒有這麼像 最近他發神經說 遲些想去參加甚麼 參加香港見美比賽 現真比賽 所以要厲害 一天吃四十條雞胸 還是三十條 沒有四十條 二十條 二十條都很誇張 但是你一天是隔開吃 即是一天久一定要吃二十條 每天要吃二十條雞胸 只是吃雞胸 其他東西都吃 其他要吃 照正餐吃 照正餐吃 即是吃飯 吃牛 吃雞 但是那二十條就一定要吃 他遲些最後說不夠 聽說不只要吃雞胸 要把雞胸打爛了成雙重 那就是吃不下 吃不下 是因為吃不下 所以要吞掉 即是大量的脂肪才能推出 其實每天都要訓練 但為甚麼我們 最終除了你吃雞胸很多之外 為甚麼請了你上名 其實原因是因為Thomas介紹的 Thomas說我認識了兩位 其實是一個很常盡的兩位青年 就是他們做健身的 究竟怎樣可以做健身 做到自己出色的一個健身教練 即是我們今集第一集 為大家探討就是這個 讓我講一下 為甚麼我第一集就要找他們兩位上來 因為我這麼堅持 就是這樣說 每個人都說社會怎樣壞 但我身邊覺得 這兩個傻佬教練 即是你不介意我講 他們學歷又不是很高 但我前一早兩個都 又買車又買樓生活很好 究竟有甚麼秘訣 但他們是八幾年的 七幾年 我八一的 我八三 八十八 我八十八 我第一件事就想 看看他們兩個怎樣 讀書不多 兩個都做過廚房 捱著捱著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何 你去做健身教練 接著又收入豐厚 大哥還去買樓 最近我自己都覺得自己買不起樓 不知道他們兩個兩個 然後你覺得自己買不起樓 在世界上買到樓 太多物業 你們不知道 太多物業 但當初你們為何 剛才聽Thomas說 你們做過廚房 或者以前小時候做過甚麼職業 你先 以前小時候 再小一點我傳單都派過 是 那些暑期工那些 那些不算 那些暑期工 我也做過 我也做過廚房 派傳單都很辛苦 但是第一份工作當然不是教練 也不是 只是先做廚房 廚房 在朋友那裏 家裏開的做廚房 很早起床 記得做廚房 做甚麼廚房 做工廠區那裏的飯堂 那些更辛苦 那些煮得很美味 也可以 即是要下手腳去做廚房 甚麼都做的 沒有說一定是廚房 有時候是水吧 一腳踢 即是哪裏沒有人 不夠的人就去做廚房 那是否你全賽全得很厲害 發覺自己兩手臂彎是非常強壯 所以 當然不是 那時候很瘦的 是 很瘦的 但是為何當初會 突然間有一下令到你轉變了 有個心態 轉變了 我可以再做廚房 即是現在各樣都做過了 即是廚房也做過 廚房也做過 但我可以去哪裏呢 那時候 就是自己喜歡做健身 做一下做一下 然後可能身邊有些人說 試一下 其實又很喜歡教一下人 那就去試一下 但粗粗 又知道自己學力不夠 其實試一下 但是做了幾年 其實距離現在 我現在 都六七年左右 六七年 即是六七年前的事 是要考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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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是怎樣 其實可以講解一下 即是當中你們要轉變這個職業 要轉變 即是膽薄膽 試一試行不行不行 就回頭做廚房 OK 地盤我也做過 是嗎 是 地盤是哪裏 握過那些機 產禮 還有釣雞 釣雞 是不是要考牌 那些都是考牌 專業家 那些很曬 難怪你這麼黑 你一定不會曬黑 曬到現在白不曬 即是 都是做過很多的類型 即是 即是完全是不關事的 不關事 無理拉耕的 當然無理拉耕 但是Thomas你沒有聽過的 沒有 他沒有這麼深入了解我 我們今天很速失場淡 我只是做得他很厲害 由叉開講 他只是經常跟我說 你要搞一個人人有健身做基金 其實長合牌 也挺有意義的 即是想大家更大一點 但是當初其實是想 很直接問 究竟是想 喂不是啊 我要想賺錢 還是說 其實都是想自己健康一點 又是嗜好 不如一起做吧 那時是嗜好多了 即是我剛剛入行都不知道 可以賺這麼多錢 嘩 我都知道 真的可以賺很多錢 他自己的成員會這麼多 不請我說 就是找得比其他人多一些 可能這個年紀的人 或者身邊的人 不過付出很大代價 你知道 有些人要付出嗎 他不介意 我跟你們說 你們不好意思說 其實他們的收入分兩個部分 是 第一個 當然要賣單 遲點我們都會講一下 要哄這些客人 當然又麻煩 又要哄我們開單 做不夠單要被人罵 會被人炒鱗魚 第二 賣完一張單 又要逐個小時被我們打 他跟我上課做 做Kick Feet Boxing的時候 要拿著兩個把 就經常被人打 你打個兩個把 打他 兩樣 賣單就要放下自尊要哄人 上課呢 就要體力 好似我的客人 常常喜歡晚上11點才去健身 他要等到我11點 做完都12點 你能夠回家有幾點 但有時說 他早上7點睡 是的 早上7點就有些很努力向上的 通常都是姊姊 姊姊很努力向上 就7點做到8點 跟著上班 你想想 11點做到12點做完的客人 第二天又7點 回到公司要做那個客人 他有幾個小時睡 那當然是超級辛苦 又要跑數 就是因為這麼努力 所以才收入封口 也是 但是不是其實 很多位教練 大家做 都是有這樣的成績 都不是 就是看你勤勤力 看你勤勤力 是的 直接是勤勤力 勤不勤力 我發覺還有一件很重要 就是我都跟過很多個教練 這兩個教練我這麼喜歡 兩個都是樂戰開心 永遠就不在我面前 投訴受微苦力 我也試過有些教練 每天就跟我說 喂 今天星期的活動 好像認識這樣 你還要知道 兩人都很開心 阿波咧常常常有健身工作 而這個情況 就永遠笑臉迎人 最多姐姐喜歡找她 如果到我跟她做健身工作 那又沒有一兩下 當然不是 每天早上就像我們以前讀書的天地堂 對 天地間都會有事 所有你們下班的時間就做事 可能下午就差一點 下午就到你們自己操練 就要想想辦法喝了那四十條雞腩 或者自己睡兩個小時 但有時你睡兩個小時未必有一次過睡會好些 即是蓋不到 對 有時也會累的 你操練完後一定要休息 但又問問你 究竟你之前做甚麼 跟他的經歷其實差不多 都是做廚房 我十七歲以後開始出來工作 大大話話都做了幾年 然後十一年 之後做教練也是做了五六年 差不多 做了五六年 即是之前只是做廚房一次 即是一份工作而已 不是 其實做了很多 麵包 製餅 地盤 是的 地盤也做過 你也做過地盤嗎 那一半都經過 很多時候都輸的 做甚麼 做雜工 做雜工 那時候試過做油漆 地盤也做過 是 很多東西做過 但你又是當初為何會喜歡做 其實很有趣的 我爸爸和我哥就很喜歡做運動 做健身 即是大隻佬來的 都大隻佬 然後之後 但是我爸爸是天使 即是兩個一起做運動 很有趣的 然後經常認錯爸爸 即是你爸爸和你叔叔 你叔叔還是爸爸 我叔叔和我爸爸 即是我爸爸和我爸爸 這次的爸爸已經認錯了 兩個都這麼大塊 其實你拖一個 那時候是小時候 那之後為何會喜歡呢 是因為 看到他們玩完這麼大隻 那些肉 又不是一起玩 又在家 我爸爸教我玩 教我做健身 即是你爸爸也是教練 不是 天生就是一個教練 以前沒有這麼先進 即是沒有說又有電線 你以前也覺得鐵管 甚麼叫鐵管 你解釋一下 即是那時候有很多壓力 那些機器又偏少一些 即是我看高學生會騙 那些人都是舉鐵 舉鐵 就算是鐵管 今次是請留了叔叔來的 可能叔叔更厲害 真的 然後就喜歡玩健身 但是那時候已經很小時候 已經開始了 你這麼說 Tone 2 Tone 2已經粗魯獎了 但是沒有想過 之前沒有想過會入醫行 因為那時候都是一邊做廚房 一邊讀PT course 我們要讀PT course 然後一邊讀 讀完後就去試試見工 但我們見工都很慘 我見了三次或四次 見了四次工 很多次 見了四次工 是不是同一間 是同一間 見了四次工 他頭髮為何不請 你知不知道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你見工 他問些甚麼 你記得嗎 沒有問 然後第一次 頭髮就自己去見工 第二次原來有朋友在那裏做 就是David做銷售 他就說 你試試進來再見一次 他可能叫我見銷售士 我不擔心 我一定要見PT 後來回見了四次才請 OK 但你記不記得他問了些甚麼問題 究竟你回答了些甚麼 好笑 我之前是不懂得說話 因為很少跟別人溝通 因為你躲在廚房裡 不會說有些甚麼人跟你聊天 都是很內向的人 你應該都是 都是很內向的人 變相了 可能 人家跟我說話 我對答 我不懂怎樣對答 例如可能 問你 我為何要請你 就是很簡單這句 為何要請你 我會很勤奮 新界的牛狗勤奮 要不要請你 類似這些事情 那一刻 突然一聲打過來 我真的不懂回答 人家怎會唱 都沒見過歌 對 那時真的沒見過歌 但你現在的嘴巴很生 很懂得碰人 我不是 對著鏡頭也不懂得說話 我覺得很OK 如果第一次面對我們這類型的訪問 其實有些嘉賓都比較緊張 但兩位都很OK 不是 Thomas在那裡 我們就放心 然後再買了幾個堂 就是這樣 不用面料傳 剛剛跟他提供完 不過是這樣 要這樣說 我跟兩位教練提供的堂 是很開心的 每次都是 他努力逼我去做運動 洗了所有堂 心甘命底 就拿了一張Credit Card出來 我記得有年好像是 Roy Leung 你好像年初二聯邀我來跟我做 然後又聯邀兩位兄弟跟我連續 操我三個小時 當然操到整個人借 不過回去我想 都值得 都值得 有人可以逼你做三個小時的運動 搞不好我現在都適合了 很英俊 這件事很重要 我覺得香港人是要逼他做運動 反而我 很多人都要逼他 其實 要推他那一刻 我自己 我真的有裝過 我裝過那時候 我是不懂 我是很抗拒PT去叫我 你知道 卡利福尼亞那些 開名是所謂 一過來打招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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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就縮了我離開 我又比較抗拒 因為我覺得我不是經常來得到 我又迫不到自己操 我寧願自己踩單車 其實有很多客人都會這樣 是嗎 一定會 但你要怎樣 給他一個圖片 他究竟要怎樣 怎樣 怎樣可以令到他來 就像阿托文實在 很簡單 你脫衣服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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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繼續來 都不用說 我走過去跟他說 你這樣做就好我們這樣 其實每個人都一樣 即是像一像 歌谷 那兩位視頻 當然不會 其實你說 有很多這些人 但你會見到 那些人一定不會很大隻 或者很好線條 即是很好身形 沒可能你不是跟我說 一個星期踩一次單車 你會很身形 這個當然不會 但Thomas 你當初為何走去做 又會加入他們 當日就是 話說我在家裡洗澡房 洗澡的時候 照著鏡子 自己對著鏡子 都覺得自己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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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其中一個誘因 另外還有一個誘因 自動送上門 然後衝進去 加利芳尼亞的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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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 但你以前不是在機械尼亞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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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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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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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看一下旁邊的人的身形 你都有點自卑 你就會努力一點 你那不是不敢脫下嗎 不是 你要脫下吧 穿衣服 穿衣服 另外的同企服部就坦白說 黑骨衣服的時候好像我已經叫做最好的 所以人要努力向上接近一點 厲害一點 這個都是我的得ły的 你就會追的 真的會追的 其實因為我住在黃埔花院 其實黃埔花院覺得不是最好 如果想大家有動力 其實最好應該是去中環 中環和尖沙咀 現在尖沙咀都不知道有沒有 我去過那次尖沙咀 每個人都擺明來秀身 作為男人都穿得露胸露背 博到你自己都很自卑 男人我不是很看得到 我自己看得到 當你有些自卑感的時候 你就會努力向上爬追 但當你去到那些地方 原來我已經最強勁的時候 你自然就沒有什麼 他的心態就像我們一樣 我們會追其他同事 例如有個同事很健碩 玩比賽 你會追他的身形 這個是有引的 像吸毒一樣 你問他 他經常都下來 會上癮 其實做一個運動 你就會不斷想捱自己 捱到自己達到一個目標 追到那位同事 其實是對的 要很常習慣 那個想癮 以前我只是不做就不做 現在有時候就算我約不到教練 我自己如果有一兩天沒有去健身 都會落到我自己下來踩一下機 舉兩下 當然沒有找到教練的時候 做得那麼勤力 勾得那麼厲害 其實做了一個習慣就好很多 但其實訓練教練的mindset都很難 我個人覺得 我們也試過跟教練玩 其實我們自己原本只要跟著你們的formula 我都可以推到自己的 概念上 但為何就只差一個人 自律性高的人就是 自律性要很高 自律性要很高 還有劉翔還要找教練去教 有一個人在操住你 是相差很遠 還有每天有奪名追問 你們兩個都是非常勤力的教練 每天叫他們下來 有時候跟人吃完飯 回去也十時 沒有約教練 就在家睡覺 在家睡覺 拍電視睡覺 有很多都是 但聽到我們叫他有車會下來 有很多都是 但聽到我們叫他有車會下來 有很多都是 每天晚上11點鐘 每天在那裡供候 我都不好意思不去 等錢勢 這樣也很好的 做用力 就算是等錢勢 但當初你們兩位做了這些學 是不是一開始都不是說收入很穩定 我不是很知道收入架構 就是湯曼經常說 賺多少 初初沒什麼客人 賺多少錢 當你慢慢累積到多客人的時候 連吃飯也沒有時間的時候 便會賺得多 會的 真的吃飯也沒有時間 很恐怖 還有你們的行業都儲得錢 我訓練到五分鐘吃完一盒飯 真的要訓練五分鐘吃完一盒飯 但會不會很不健康呢 如果是做一個健身的 也會的 行業的時候 那些腸位都不會不好 但習慣不會 沒辦法 那些腸位是迫住的 沒有理由叫客人等十五分鐘 泡麥飯飯 沒有可能不可以 你的客人無端不等十五分鐘 浪費了十五分鐘的時間 但做下去其實就很發覺 是你給不給心機高下立見 即是教練的 因為我找了教練有多少 我想三年多 那些教練真的可以長期留下來 哪些教練真的可以長期留下來 就真的一定要勤力 和態度好 還有很重要的 一定是樂天 其實反應出來的 你樂天 我和你做運動的時候 偶爾趁催一下水 大家都開心 不是的 我和你做運動中途的卡拉時間 每天你駁地說 嘩又如何無忍又如何悲慘 我心想 現在 現在我來找你做運動 還是你找我做運動 是嗎 應該理比不學費 我 這個真的對 我自己裝過有教練是這樣的 是呀 又或者他真的 不知道講不講 有些教練他自己說 你想快點見效給你一些東西吃 那些就不行 叫你拍完了 是呀 他說流汗快點 心跳快點 你想這樣踩就跟著這樣做 我只是試過有過 就經常跟我說 今天很慘 交不到數 明天你還不再跟我開單 我就被人解僱 我心想你關我什麼事 結果他就被我解僱 好 態度上是非常重要 心態 心態要正義 要練到你們鋼鐵一般的意志 才可以操入鋼鐵一般的身材 但如果你說吃東西 我們都會建議你們怎樣吃東西 但你說用藥我們就不會 你說喝奶粉那些正常的鋼鐵 不會走直徑 現在太多人講促效了 就算做健身 女生做美容 都會說 一天要見到我瘦幾磅 斷磅買的 像豬肉那樣 我們這些身材 一進去我究竟多少磅多少錢 這樣就減走他 但女士可能會多些 這件事 男生我們磅數不重要 但其實這樣也不健康 他們做機 有些人減肥過你 量度身體肥 其實都更高 可能是減少一些水分 你的肌肉流失了 其實身體的身體都沒有怎樣走 我記得有個教練跟我說 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他說其實肌肉是最蠢的東西 你肯穩肌肌做得多些就一定會脹 很簡單的道理 問題是你肯不肯做 也挺好的 中瓜得丹 中斗得丹的道理 挺有人生哲學 對嗎 即是做之 都可以學 對我們很蠢 但我們很勤力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靠四肢如何發達 其實都不是很簡單 也要不斷去操作自己才能做到 但是 即是少少回合 因為接下來我們 即是現在的節目 我們會分兩part 即下一part 即是我們會帶給觀眾 多多一些 是關於其他範疇的類別 其實想問少少 有沒有一些很奇怪的客人 即是你可以說少少先 引導我們的觀眾 聽完我們下一集 很奇怪的客人 是很有趣的 有甚麼人 有甚麼人 即是有些怪的 例如有些甚麼古靈精怪的 Thomas不怪 我想我都是奇怪的 我們都是這樣 可能是女士 我很想聽 女士去做健身 有甚麼感覺 因為Thomas經常說 你摸你 我試過有 我試過有個學生 要每次來到都要等他四個字 是 那為甚麼呢 原來他要化妝出來上課 就是類似的 類似的 好 我們下一部分的節目 再回來 再跟大家說多一些趣事 在你行業上的趣事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再見 就在你紅前 可以 Beon 請 你 請